海贼王 黑玛丽亚发现罗宾弱点,嘲笑是其工具人,却不知对方很强。 海贼王漫画1021画更新,在最新一画中,罗宾与黑玛丽亚的战斗,格外引着海迷关注,相比起其他凌空6字,V6包,的战斗会指,罗宾与黑玛丽亚的战斗经过两画展现,足以看出韦田对其的重视程度,而黑玛丽亚与罗宾的战斗确实也是不负观众期待, 就连罗宾的恶魔果实弱点,也是在这场战斗展现。 罗宾的恶魔果实弱点被发现。 说起罗宾的恶魔果实,花花果实,一直被海迷认为是恶魔果实之中的群公之王,毕竟任何部位的折断对手,让其防不胜防,可谓是群工作战的利器。 虽然在单挑中,花花果实的威力并不明显,但是凭借罗宾出色的头脑,依旧可以让花花果实,在于同级别对手对战中,发挥出120%的战斗力。 但是就是这样的恶魔果实,却被黑玛利亚破防,甚至发现了罗宾的恶魔果实的弱点。 要说黑玛利亚,从实力上看,与罗宾击骨色当,按照正常实力平定,黑玛利亚要压制住罗宾并不容易,毕竟罗宾的智力堪称海贼王顶级的存在。 但是要说黑玛利亚也是让黑族山致吃蝶的女人,自然智力不容小觑,原本可以依靠智商碾压对手的罗宾,在这一方面,并不占据任何优势,这让罗宾的恶魔果实就无用武之的。 一般形态的攻击,就略现鸡肋,对于罗宾来说只能够用压箱底的终极形态来对抗。 而巨大化带来的体力消耗,也是被黑玛利亚在战斗中,逐渐发现端倪。 即便如此,黑玛玛利亚的恶魔果实为古代种狼猪形态,除了可以用蜘蛛网,阻止和缠绕巨人化罗宾的攻击线路之外, 黑玛利亚还能够制造出克制花花果实弱点的攻击,利用火焰进行毁灭性打击, 这让罗宾的恶魔果实即便巨人化之后,也是无所作为。 黑玛利亚吵架罗宾是工具人 除了黑玛利亚的智商不容小觑之外,对于黑玛利亚最为拿手的招数,当然是她对于人性的掌握, 在战斗中,时常提起不争气的山志,不仅对罗宾进行战斗意志的打压, 同时还拿出罗宾恶魔之子的称号进行挖苦和嘲讽。 表示所有人对罗宾的目的都不纯,并不是因为罗宾的魅力巨大,而是因为罗宾所具有的知识,是众人的欲望,甚至是称王的关键,因此从这点来嘲讽罗宾,说罗宾的本质就是众人眼中的工具人。 当然除了内心层面上对于罗宾的鄙视之外,黑玛利亚对于罗宾的嘲讽,主要还是基于战斗信心的把解,因为她认为巨大化的罗宾,虽然实力够强大。 但是目标巨大也过于明显,对于冷嘲着讽,可以转移罗宾的注意力,同时利用自己的恶魔果实带来的毒素进行攻击,因而能够进行更为有效的打击。 罗宾留有杀手键,智慧最后时刻闪耀光芒。 罗宾巨大化之后,造成的另一个巨大的隐患就是,导致灵敏性也随之降低,甚至伤害还会转嫁到自身,被身为格斗家的黑玛利亚,也是抓住空档,进行近身攻击。 不仅暴露了花花果实进战过程中的又一大弱点,也让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,但是毕竟罗宾是被主角光环选择中的恶魔之子,怎么可能会没有后手呢? 虽然罗宾场面上并不占据优势,还面临黑玛利亚的嘲笑,当时候罗宾毕竟是理性女人,见过的风雨远远超过一般人,怎么会轻易被黑玛利亚的低级嘲讽,扰乱心智。 因为对于黑玛利亚不熟悉,导致自己前妻吃瘪,但是随着黑玛利亚手段进出,同时在黑玛利亚最为骄傲之际,罗宾也是抓住机会开始反击,从心理层面上看,罗宾的腹黑抱负可见一斑。 布鲁克作为旁观者的绅士体型,就足以看出罗宾存在一定的杀手锏。 果然罗宾在最后时刻使用花花果实的恶魔形态,瞬间逆转战局,当然这个恶魔形态,罗宾之所以能展示,主要还是因为罗宾在之前的战斗中。 就已经发现了自身恶魔果实的弱点,因此才在革命军的两年训练中,通过萨伯、克尔拉、哈库等人的绝招招数,进行精华吸收,让自己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,形成最终的杀手锏。 黑玛利亚战斗失败的启示 当然罗宾伴伴猪吃老虎的战斗,确实让人前期为其捏了一把汗,毕竟罗宾的恶魔果实弱点依依展示,这对于群公文明的罗宾来说,无疑是不小的打击,但是毕竟罗宾的心理素质过人,通过一步步就离深入的方式,要从你绝顶的黑玛利亚,最终吃饼。 当然罗宾的终极大招所带来的惊喜,也是让不少海尼为之兴奋,随着罗宾最终大招的出现,也弥补了罗宾恶魔果实的不足之处。 对于未来陆飞的称王,也是有着极大的助力,对于黑玛利亚与罗宾在战斗中表现,你有什么样的看法?欢迎留言讨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